Muslim 任務 當 Afric Abdul 兩個人 當時公勞人員的管理獎臺 其實我們的訓練裡面 剛剛我們一些包括 是一種法定的訓練 包括健身戒 當時公勞人員 那麼這些都是我們文官裡面高階的人員 影響在公務的決策致命上影響比較大 那不表示訓練完畢了四周 幾個小時完了以後 大家好像都已經就變成每一位武功高強 我們來的這些所以我們陸續一定有所謂的終身成長 要帶給各位真的要終身成長 那麼就是說可以在這個學習以後 然後在這個基礎上面更進步 所以我們這個高階國安理長堂 到底是在這邊 那麼今天下午我們安排了兩場 上半場是所謂的經典的運 我們剛剛李董事長進來 我們請到了原大的李董事長來 跟我們來先順利接受 下半場是所謂的管理跟的檢查 那我們邀請到王民的戴勝利總事長 來為各位講解 那我想下半場的顧問到時候再跟各位介紹 那上半場我還是要介紹一下我們李董 剛剛在那邊閒談的時候 我才聊一聊他 那他目前是延大創投公司的總事長 同時也是中華民國的 很如到研究會的理事長 而且到處在推廣 這個一天炸彈之下 他像他是一位道道地利的佛水大師 可是你看他的經歷 很多人發覺不然 他是在聘國的喀佛氣管做事 然後是寡力的佛水 所以其實他是道道地利的做過希望 教育的這種思考思維的一個學人 所以其實他回來也是在這部門蠻有關注的 不過當他就像這本書一樣 他童子遇上到他踏入這個領域以後 他會已經失業了之光 不能做他 然後在貴貴裡面 由他的一個研究 然後進而在他的職業的領域裡面 去實踐 去理念 去體驗 所以今天其實他講出來的 是一種應用 所以我也許我可以稱為 是佛水的應用大師 可以這樣子 所以我想這一部 他剛剛提到的 我們他這個書是遇上 這個哈佛守護群的四五頁的資產 這個是所謂的 接下來還有第二部 第三部 總共有六部 所以各位慢慢的可以期待 其實這個所謂的智業 也就是常常我們常談的裡面最高的經驗 我跟他講 你把它當作對價的冠軍是一種實驗 再來是一種實驗 醉過是一種實驗 那這一種到底要怎麼達到 我想今天也許有一種 會給我們一些方向 讓他每一個人能夠體會 能夠實現衣服 開始在做什麼